原本香港是一個繁榮穩定的地方 經濟輕易向榮 每個市民都生活得開心心 但因為疫情的關係 令大家都足不出負 提升吊膽 很無償 有些人身體健康 中座也有很大的病發症 我們在建公合約時 是六個月 其實內心不想那麼久 你進來是為自己之餘 更為家人 更加為整個香港的子民 我們香港人是獅子山下的一家人 是要鼓勵大家 因為大家在這樣的天氣 這樣的環境之內 一定要有一條心 香港第五波疫情 持續近三個月 確診個案由每天過萬宗 下降至千宗 達到疫情防控關鍵點 中國內地和香港特區 對待COVID-19的指導思想 就是很明確生命至上 健康至上 一個當然是預防傳播 是一個最關鍵的 最重要的就是要將患者 和健康人分開在香港 所以 用於隔離和治療 輕症患者的方瘡醫院 成為必須 2月22日起 在中央的支援下 條派多批內地 援港醫療團隊 赴港抗疫 調動各方資源 為項目建設提供保障 多個方瘡醫院 以建設完成 被陸續啟用 預計將為香港提供 超過2萬個隔離床位 這是一場面臨巨大困難的挑戰 有人在舉報維艱的條件下 與死神爭分奪秒 有人在困難中 守望思緩 充滿人們對美好 和希望的向往 以他們的付出和真心 助力打贏這場 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 他們是一群面對艱難 仍然用自己的力量 努力戰鬥的人們 蔡國良 是港珠澳大橋方瘡醫院的一名 一線保安員 同時也是一位以康復的確診者 來到方瘡醫院之前 他從事的是零售行業 在他眼中 這裡並不像醫院 這裡像一個社區中心 或者養療中心 因為我們所有的同事 對所有的縣友 都是一個很親切 以及很熱情的照顧 以及大家都像一個隔離輪舍一樣的相處 有些營友剛剛進來 可能覺得比較陌生 特別是小朋友 大人相對來說 他們適應能力比較強 他們進來後都知道 政府做這件事 是為了市民的健康 而著想出發 我們很多時候會跟你說 你做這件事 是為自己之餘 更加是為家人 更加是為整個香港的市民 小朋友現在 一般來說 他就會說 沒得玩什麼 然後我們就會跟他說 你現在進來 最重要是養好你的身體 早日離開 回家 過正常的生活 短暫的時間 對你來說 可能是你會覺得 失去了有些平時的生活獨裁 到你長大的時候 你會回想 你會覺得這一種 一時的換來的 是長久的健康 和大家的平安 方艙醫院的作用 不單是令患者 和健康的人士分開 更加是一個可以保護家人 有效控制香港疫情的地方 短暫的隔離與分別 是為了今後更長久的團聚 為了照顧確診者的入住感受 做好服務 方艙醫院設立24小時熱線電話 盡力做到有求必應 蔡國良作為每日工作12小時的保安員 雖然忙碌 但卻認為非常值得 我們保安站在這個抗疫的最前線上 雖然每個人都出回一個微博力量 但即少成多 我們的辛勞 每日12小時的工作 只要得到每個營友 離營的時候 開開心心 一個月辛苦你們 這些都是我們所有同事的運動力 都是對我們支撐下去的一種莫大的古墓 在全家都確診過之後 蔡國良明白了珍惜眼前人的重要性 也更加珍惜香港這座繁華美麗的城市 某一日 當疫情結束的時候 他最希望的是 最想就出去玩 和家人出去玩 希望所有的香港人 大家一家人 齊齊開開心心地去過於每一日的生活 我叫Sam 我姓陳 我之前是做美容這行業 在這裡也做了大概十幾二十天 主要負責文書方面 和內部的 譬如入住室內的同事作溝通 或者和上司去交代那些個案的情況 這些 你好 我是Benny 我姓陳 我是中間清潔的監督 主要做的事情 就是監督每位同事的清潔 流程 送飯 都是日常院友的照顧 都是我們去做安排的 本身之前都是確診者 有這樣的機會去照顧病人 所以陰差陽錯 就進來這裡 作為康復的確診者 他們更能與入住的院友感同心受 盡自己的一份能力去幫助他們 做好開道工作 Sam說 這裡更加多的是一份關心和幸福 因為你確診過 我便會理解到確診者 即是院友 心路歷程 他們入營的時候 一切生活所需品 我們都已經準備好了 反而是剛入營的時候 有些無奈有些無助 有些不熟悉的設施 可能就指一指去洗手間 或者洗澡房等等 一般的配套已經足夠 例如飯、菜等等 反而有些客人 他很久沒有吃過零食 我們這些是範圍裡面 我們有的東西 我們都盡量去幫助他 作為最早一批的陽性患者 阿森在家中知道確診後 面臨醫院無床位 放瘡醫院還未建立的困境 擔心傳染給家人的他 不知道怎樣算好 那時候資源最不足的時候 其實你很想進來這些地方 你都沒有機會進來 那時候可能地方沒有 人手有不足 所以在這裡做的時候 其實都很明白 進來的時候是無助的 但其實他們已經很幸福 起碼他們不需要擔心 傳染其他家人身邊的人 所以在這邊做都很有使命感 因為自己中過招 你不會覺得這裡很壓抑的感覺 你說好像度假屋一樣不像 但是在它有私人空間的情況下 其實它也做到隔離的措施 也有醫療的協助 也有準時的時間吃飯等等 做一個健康人 和家人平平安安過日子 成為阿森這段時間以來 想過最多的心願 很無常的 有些人身體很健康 他中了也有個很大的併發症等等的事情 即使家人很健康 身邊的朋友很健康 你都夠不夠 忍不住問一下你最近怎樣 原來你不是失退到健康的時候 你才會很珍惜健康是多麼可貴 即之前可能沒有那麼注重身體 或者沒有那麼注重營養等等的事情 但你經過了這件事之後 你會更加在意一點 而且更加會留意身邊的人 其實他有沒有戴口罩等等的事情 因為可能你一個提醒是幫助了他 令到他少了一份危險 現在反而是回到家的時候 家人反而會問你 累不累啊 辛苦不辛苦啊 反而是多了一種關心 一種愛 我叫我Eric 我來自航空界的 我是3月12日入職的 我叫Hugo 我之前做文職的 都是這個 港珠澳方艙醫院的防疫監督 你每一個洗手間 外面都會有兩個同事一個把手 即人們一去完洗手間 就會立即清洗 派飯方面 一定會確保到飯菜 第一時間派到住客的手上 派餐那裡 遠方都很配合 例如你吃齋的 我們有齋餐 不吃牛的 有雞 有豬 有糖尿病 都有糖尿餐 Eric分享入職的這個月裡 甚至碰到有遠友 不想走的情況 他們說想多住幾天 那個住客 12時退房 就告訴我的同事 我不想出營 為什麼 因為想多住幾天 因為這裏太好 很奇怪 很開心 其實就是為什麼不想走 覺得挺好 因為有些朋友 會在窗口看著你怎樣 早上洗澡 我們回早班 會拍到你們 當然我們不知道 這麼齊整的東西 又消毒 Eric來到的頭幾天 由於工作頭日忘記防曬 短短數天 手臂已經被太陽曬到烏雜 脫皮 臉上也留下了口罩的印記 但曬黑的皮膚下 是因為的笑臉 他說 臉曬黑了 心更暖了 能令他們堅持在這樣的戶外 條件下工作 離不開家人的支持 和同事的互相鼓勵 陽光太猛烈了 我第一天沒有帶冰酒 就曬黑了 顧著做事做事做事 很投入 就是要鼓勵大家 因為大家在這樣的天氣 環境之內 一定要有一條心 看報道 可能會見到其他方艙 有些客人比較 用洗手間 用得比較不衛生 但其實我們這邊 是比較少這樣的情況 你說有就一定有 不過我們會第一時間去清潔 就會帶齊消毒用品進去清潔 在這裡無論是病人 或者職員都好 都很正面 我們在這裡 建公合約的時候 是六個月 其實我們內心 都是不想那麼久 因為如果久了 就代表更多確診的人 大家都想快點團結一致 搞定這個病情 作為疫下的失業者 疫情改變他們的 不單只是一夥為社會付出的心 也都改變了他們今後的道路 更加想從事能夠幫助到人 幫到社會的職業 或者做義工 或者再投入其他 例如機場還有檢測 或者其他檢測工作 都會做這些工作 繼續捧著這個精神 香港人的精神 都是做類似的工作 又幫到人 幫到香港 幫到社會 幫到社會 對 幫到社會 人與人之間 真的多了關心 無論對家人也好 對朋友也好 其實你需要多一種關心 走出多一步 那就可以 不要再給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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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要再給別人 不想再見到這些地方 對 這樣的情況 辛苦 但是更加值得 因為我站在最前面 但是我雖然一個人 所有同事 即少成多 獲獻出來的力量 就很巨大 我們香港人 是獅子山下的一家人 站在抗疫的最長線 都覺得這是很有意義的一份工作 即是來疫情完結 又近了一步 其實是一件很值得開心的事 這個是很有使命感的一件事 有很多人怕這個 但其實你下街 你都會擔心很多事情 來這裡 其實我覺得很安心 因為知道裡面 真的很需要協助它 你回家 你覺得你下班的時候 是完成了一件事 幫了人 也幫了自己 當疫情來襲 是無數人寫小家 為大家選擇守護自己 熱愛的城市 是一個個手 在抗疫崗位的無名英雄 日以繼夜 義無反顧的付出 很多年之後 當人們想起抗疫新冠疫情 這場戰役 一定會想起2022年 香港人不然放棄的獅子山精神 和西於病毒對抗到底的決心 和西於病毒對抗到底的決心 和一張張早已相逢卻從未相識的面孔 愛與希望 終將戰勝疫情 街道會重返熱鬧 香港會再煙煩話 對 我們是人民服務 對 我們香港人加油 加油 都是要感謝中東政府和特區政府 幫助我們是不少的 街坊你好嗎 好 大家都好 希望快點出去 健健康康 你對這裏怎樣 OK啦 挺乾淨 乾淨 那些 經常都有人巡視 是 廁所經常有人清潔 是 很乾淨 不是很乾淨 不是說假的 是因為我親眼看的 營營之前 我覺得再次感謝中央 感謝香港政府 感謝那些無畏不知關心 我們的工作人員 我會銘記這一刻 其實我認識一些朋友 有些 初初有些人抗他的方艙 其實我想跟他說不用怕 其實是很好的 有些隔離 各等的設施 善食都很好的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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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方艙醫院休艙那天 希望如若而至的 是疫情過後 健康平安的你